拿起大積木就是一站敲敲打打 小朋友玩得超盡興 還有專業保姆陪在一旁 可別以為這裡是托兒所 隔一道門 透過大面落地窗 看到的則是完全不同風景 保持腰背是放鬆的 瑜伽老師小班教學 媽媽們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健身房層女性族群 還針對全職媽媽 聘來保姆幫你帶小孩 真的讓一般白天 門口羅序的健身房比例翻轉成7比3 白天鎖定全職媽咪 晚上改交小資族 白天整整比夜間學員多出三倍 但是媽咪們得付出的代價 可是比普通健身房 還要多一倍的費用 可以有人幫我們安全的顧小孩 然後我還可以運動 來這邊運動 然後完全不用想說 小朋友會發生什麼意外 小孩子還在學齡前的 媽媽是最多的 大概分佈在1歲左右 跟著老師動手做 擺貨兒童樓層 處處可見手座體驗課程 來幫我數一下有幾個 小朋友捏黏土 黏珠寶盒 一號就是近一個小時 而帶著孩子的家長 等於另類買到了空檔 還可以順勢逛進其他樓層 可是老師有說可以去做別的事 但是我都會陪在這裡 家長寵兒刺激業者搶賺親子財 特別是暑假期間 家長帶著小朋友爬爬走 以體驗課程來說 就多出了三成業績 全職媽媽帶來額外經濟效益 也成了不少業者眼中的業績主力 記者吳京俊里配事宴 台北報導